好快喔這感覺 零點點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不行你還在照顧好你的女兒 你腦袋沒事吧好像是被打暈過去了 我沒事你們也要小心 看到他拿到斧頭你知道他會沒事好嗎 大衛有膽子跟去不算男女子吧 你確定這娃娃臉小哥不會出事嗎 你自己問問這個娃娃臉沒 這跟娃娃臉有什麼關係嗎 呵呵呵 還好啦他們這邊有床啊 殺人應該會守護他們啦 應該啦 所以現在我們要往 看一下我有什麼道具 需要防腐 吵架總是死 吵的影子要鬼吧 等一下 不是這裡等一下 我又想往這走 誰 大衛幫個忙吧 或是就走 我的老魔者 又走啊 扭可幣又來找我啊 薇 shakes 別晃啦 你不是有底子嗎 剛剛發生 mal 那大頭每次都像穿牆遁地似的 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又從哪裡溜掉 明白的是我不為人認密的喔 我要找一找,這牆是突起起來了 我看肯定有路 那...那也不要拿我墊腳啊 好重啊,快點 燃絲來的話也夠高 但他畢竟傷原 我體脂肪大概是在3左右 所以比較重 每次很擔心大衛脖子 大衛脖子如果真的歪掉的話 我是覺得歪魔人又要來找他了 再麻煩一下 歪啦 歪啦 他脖子歪掉啦 他脖子歪啦 把火機扔給我 3%這也叫中 阿哉 應該算中吧 因為他體重...如果他體脂肪只有3%的... 不知道 我也不會算啦 喔 這裡是...有小拉門 喔 喔 喔 這裡 兩包啊齁 肌肉重量好像是體脂肪的3倍 那這樣是算蠻重的吧 我不知道 我不會算那個 所以 the bogeyman其實是人類嗎 他是人類裝扮的這樣嗎 you keep come... come under 你持續下來 離去老人的屍體 屍體已經腐爛了 驅頭在上面繁殖 死亡時間在幾個月以上 旁邊有東西 生鏽的鑰匙 從另外一邊鎖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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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把和拖把 洗禮記 毛巾 欸 所以他其實能夠用那麼高 是用掃把的關係嗎 他到底練多久啊 他到底練多久啊 the people who have c...crippled you you want to see them burn 樓成一團的紙 誰 誰 在哪 好像沒人欸 遞克安德森 年齡39 職業副警長 欸... 盜竊謀殺科 然後... 家庭構成妻子育有兩子 不知道不然會被濕了 為什麼會有遞克資料啊 他為什麼會有敵克資料呢 那為什麼有敵克資料呢 - 先回他走了吧- 打我基線了- 下面有一具屍體- 可能也是某個傭人- 死了幾個月了- 幾個月?- 幾個月? - 有點不對啊- 是啊 他不是迷路出不來的倒閉居此的- 這人明顯是被刀捅死的- 這地方真要命- 哼 真是不想碰這麼來歷不明的地了- 來路不明- 這地方真要命 - 我們國外在什麼時候騎有這種城堡啊- 上司跟我說古堡39的時候我就覺得有貓膩了- 欸 直到發現這地方還是殖民時期歐洲老留下的- 更別說還牽扯到農奴制度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迫害- 欸 直到發現這地方還是殖民時期歐洲老留下的- 更別說還牽扯到農- 農奴制度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迫害- 欸 - 這種地方怎麼可能會作為景點開放- 殖民時期壓迫- 慘害奴隸的證據到處都是- 開了的話可不是遊客是官司啊- 那個叫布蘭頓到底在打什麼算盤- 現在也不得而知了嘛- 你這麼懷疑怎麼還是來呢-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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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啊- 這個 facultちは Cloud Recap僅中的事情 - 凱莉娜說想看看 要找遮到水中 objectives我可絕對不來 - 我可不想跟凱莉娜聽到這種殘 connection 無倫道的歷史 - 喜歡我譬和你選擇地勁謀當的城殿 - 一個月長假那裡哪裡 去哪裡不行 偏偏來這裡 好好變成這樣 原來那英文語音不是你的幻聽 不是是真的有 只是我怕太大聲會蓋住我的聲音 所以我用的比較沒那麼大聲 但也到40%了啦 對 呵呵呵 不好意思 所以他每次畫出來的時候 我會先停頓一陣子 然後我才會開始念上面內容 因為他有英文語音 原來是為了海連浪 我還以為你對他莫不關心的 以為討厭他呢 我想多關心他了 只是沒做到 我那下屬電話一刻不停 我也插不開聲 雖然很帥氣啊 但當警察可真不容易啊 現在修了架 不過是大叔而已 好啊 走吧 啊 存錯 這個 呵呵 不用再爬了嗎 不能在大衛進有屍體的房間 怕啥啦 大衛又不是沒看過屍體 他通常看過那個杜克的屍體了對不對 是杜克吧 好啊 喔 喔 喔 有小路 你你你 你你 你該不會是要走這條公路過去吧 迷別的路啊 走不關 回去 別往這 會甩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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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Safe Easy 誒 太簡單了 唉呦 一直在亂跳耶 好白喔 這裡是 喔 不知道 新的地方 可以用打火機點燃嗎 不行 巨大的小丑玩物 歷事鋼琴 一堆古舊的童話書有一本唱開的 第16頁 小丑的故事 我認識一個小丑 聲音又憂鬱 可是這些感情 卻讓他形狀鮮明的臉 顯得加倍滑鼓跡 人們看到了 都把手拍紅了 更熱烈的為他喝彩 最後也被撕掉了 這應該是小朋友的房間吧 小木窯椅 甘花 這邊應該是已經廢棄很久了 書櫃 這什麼 八音盒 Let's dance to the piano 女孩子的筆跡是一個日記 今天爸爸送給我很多好玩的東西 有一個小丑玩具 一個八音盒 還有一架很大的鋼琴 爸爸說這三樣東西是一套 那小丑最好玩 我一轉他的八條他就會笑 這是一個人帥真好 人手自燒的故事 今天一個奴隸 用他們那粗俗的語言唱的一首歌 我會跟他說 我跟他說 會對爸爸保密 讓他告訴我歌的意思 歌是這麼唱的 太陽照耀三軟 微風吹過林間 花兒輕輕搖曳 月兒酒下清輝 這雖然是野蠻人的歌 我卻非常喜歡 今天很無聊 我就讓一個奴仆給我念他四個人的名字 發音很快也特別難記 他跟我說就是 他跟我說就是 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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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無論什麼 他總是不肯告訴我這個詞什麼意思 真曉不起人 我生氣了 我生氣了就跟爸爸說 爸爸一聽立刻火冒聲大聲吼著 居然叫我寶貝女兒這種骯髒的語言 今天我到外面去了 吹來一陣大風 一個腦袋掉了下來 咕嚕嚕的滾到我的腳邊來 我一看是那天那個奴仆的頭 就覺得很髒 就一腳把它踢開了 我跟爸爸說的外面的是 爸爸立刻叫人把他頭 頭燒了 說拿去肥田 可是我覺得嘴巴那麼髒的腦袋 是肥不了田的 這充滿了 對那個 其他種族的啟示的感覺 好溫馨啊 太溫馨了這故事 直接啟示很多人 謝謝 City City 你 小